給官費的小祕訣 就送給我們的委託人 其實如果你可以準備個葫蘆 然後葫蘆裡面你可以裝大概八分滿的黑曜石 然後你在裝之前你要先用個紅紙 寫上例如說今天要打官司的人的名字 把小紅紙上面還有你的願望祈求 然後先把它放到葫蘆裡面 然後再加八分滿的黑曜石 那放在哪邊呢?放在門口 那表示說你今天出去你的是非會被破解 至少紅胸畫牆 當然也要看這個官司影響力多重 但至少無形的好運可以增添出來 希望大字畫小小字畫無理 那有關這個T形房的問題 你剛剛一講說越住越沒錢大家見了就 對啊 眉頭都深鎖了 那這個是格局我怎麼樣化解? 好其實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是比較突突去蠻的 那廚房有可能塗嘛 所以它可以在這一個空間或是廚房的空間呢 你去呢 買一幅或是裱一幅比較大的石像自在圖 或是八吉祥的圖騰 這都是佛教的一個很吉祥的一個我們講圖騰化沙物 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他放到這個地方 你去放一個大幅的八吉祥 畫在這個水壁草上面 對 這個是電箱 因為剛好是電箱嘛 對 那剛好是你遮起來耶 對 然後剛好又把這個涼化解 所以你放在一幅八吉祥這邊呢 象徵一切吉祥爐 哇 好 一起圓一下這個八吉祥爐 是 對啊 那這個廚房呢 你剛剛說它在前段 那這要怎麼化解啊 好這個的話我們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好 來我們看一下它的廚房 OKOK好 進來看一下 這廚房是看似很方正嘛 對 但是其實它是等於整間都是凸在外面 凸在外面 其實呢 廚房有點搶桌頭 我們剛剛講說廚房呢 感覺搶桌頭女主人會比較兇 要搶嘛 可是它現在看起來很溫柔耶 它現在到底多麼的壓抑啊 對 沒錯 你講到一個重點 確實是壓抑 是嗎 因為你看到廚房呢 雖然搶桌頭但是它太小了 如果看它廚房又大一點的話 那它真的就會變女王 但是因為它又太小 整個氣都被憋屈住了 所以它生氣餅頭的時候 就像一隻母老虎嗎 很大爆發的 對 但是呢 它這就是比較壓抑的格局 是 因為它強度老 但是它又被宅反向 所以呢 變成說呢 因為它的毒罩跟大門同向的 就形成被宅反向嘛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呢 這個錢財呢 沒辦法讓它庫裡面 會賺的 就是這種問題 然後呢 要怎麼化解這個廚房在外面的問題呢 是 我們可以一樣在爐灶上面呢 放一個那個銅麒麟 做化解 一對嗎 一對 一對 這樣會比較好 但是呢 它廚房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它廚房呢 是不是連接後陽台 對 那我這身後的後陽台呢 哇 後陽台也太大了吧 天啊 我覺得它後陽台 跟客廳一樣大 很厚耶 後陽台的話在子孫 太大的話呢 就是屁放太多了 蛤 你說後代子孫 他在放太多了 對啊 看我一下 後陽台的舞台更大嗎 不是很好嗎 後陽台的後代子孫 那也可以代表是一個 你知道小人的部分 如果太大呢 它可能是大到比廚房大 然後又壓過前陽台的時候 變成什麼呢 代表說它的錢財呢 第一個很容易花後代子孫 小孩要什麼 就直接給二話不說 對 這就是媽媽爸爸媽媽的心嘛 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呢 因為它這個胖人太大 變成小人多的話 就是說 小人會幫他劫財 對 就動不動呢 就會有人來幫他一起花錢 真的花錢 所以呢 有時候太大的話呢 會變成感客為主 所以這小 小人就是小孩 哈哈哈哈 可以拿媽媽的錢 要這個要那個 直接給媽媽貼菜 對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這麼大要怎麼花錢 怎麼辦 我跟你講這真的比較難 因為它本身格子就是這樣 你可以例如說 訂一些櫃子啊 讓視覺上呢 把它變成小葉 對 再稍微做花錢 但如果說訂櫃子很麻煩的話呢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放一對童麒麟 麒麟呢 這個頭呢 對這個廚房裡面 代表什麼 叫小孩會聽你的話 那我們之前有在這個 祖靈節教教過嗎 對 後陽台呢 可以放個地墊 然後用那個三十六枚 一塊錢 或十塊錢 貼個釘子 那這個釘呢 往這個陽台 廚房裡面進來 代表小朋友呢 會幫你貼釘 會聽你的話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 水槽的部分呢 對 那個水好像是往後 往外面 對 因為往後陽台有 哇那也是漏材對不對 也是漏材 哇那這怎麼辦 其實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個 琉璃台的地方呢 可以放上 土壯的黃金格 對 為什麼呢 然後水木相生 對 然後還有土來克水 就把這個材呢 稍微鎖住的意思 黃金格 對 對 你這個廚房小歸小 問題還蠻多 很多喔 還有一個 照旁邊有個窗戶 對 這樣就會吹噬不順 對啊 開太低了 所以其實這個封起來 比較好對不對 對 要把它封起來比較好 這個窗戶 因為這樣的話 照火會比較穩 所以你的收入才會穩定 是 嗯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在夜深人間的時候 常常覺得好累啊 你自己怎麼調適啊 都整理要睡覺 真的啊 所以你會睡不著 會睡不著 還煩惱 對 就不知道耶 會想做夢嗎 對 不見面 都不見面 所以 人家不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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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想說一太要成事 對 真的很偉善 自己脆弱一面 你真的不好讓孩子看到 對 現在是不是有一點想要哭 沒有 沒有 其實你想哭就到我 我一定哭 這是誰的歌 我是怕你歌的 我喜歡他 可以唱歌 還有想你的0.03 這是跟座座談戀愛的時候 他唱的嗎 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認識他 對 就很喜歡哈琳哥的歌啊 對 我也喜歡哈琳哥 對啊 說他對話 不要和媽媽在拍拖啦 對啦 就是讓你講一些好玩的 讓他放鬆一下心情 他今天晚上就夢到你跟哈琳哥 那也好 後陽台過大 容易將金錢花過多在小孩身上 或是遭小人從背後劫財 可以多擺放櫃子 減少後陽台的空間 或是擺放一對 童麒麟面向廚房 減緩後陽台的氣勢 讓小孩聽話喔 而面對凡人的官司問題 可以準備一個葫蘆以及黑曜石 將對方的名字 以及自己的願望 寫在紅紙上 放在葫蘆的最底層 再把黑曜石倒進葫蘆裡 把分滿 最後放置在大門門後 替自己打氣 同胸話題喔 大兒子的房間 大兒子現在幾歲 升高中 所以到了這個青春期了 對 唉唷 最小蝦 最小蝦 冷氣啦 冷氣喔 兩秒不夠冷還不胖一下 這個也壞啦 而且還會這樣 噢 然後又會被嚇醒 對啊 會被嚇醒 會被嚇醒 為什麼 睡了就腳不行 然後睡了就不行 對 那到他 他到現在都還沒醒啊 會啊會啊 就會賴床 賴床 他沒有賴床就是 都睡得很慘 沒關係說真的 因為大兒子要念書啊 他其實是要求學的 不應該浪費那麼多時間在睡覺 對 那是有什麼問題造成他這樣子 那這間真的很好睡 為什麼呢 因為這間的陽光呢 它比較溫透進來 現在大白天啊 這間房間關掉燈是非常暗的 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個陽光清白的話呢 第一個 好睡 這優點 但第二個呢 缺點呢 就是呢 這個公民呢不容易開 陽光代表公民運 代表陽氣 那陽氣不開的話呢 考運就會差 啊 就像他的學業 是 他現在已經準備要考試了吧 他考完了 考完了 哦 有考上他想要讀的 蠻乖的啦 所以他就是想要當律師 律師 當律師呢 念很多書喔 他就是很有真意感 那叫他不要再睡喔 可能因為他媽媽 跑法院也是很辛苦 他媽媽會解決一下這些問題 所以他要加油一點 那怎麼辦老師 因為他這裡的格局 就是他暗房啊 對不對 比較不明亮 那有什麼方法呢 房間昏暗 功名不開 孩子未來 該如何有 不明明 他不想要